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个非常开心 我从小就是这么说 妈妈在炒菜的时候 帮忙烧菜的都基本上就是我 那我烧完菜我就会站起来看她 怎么炒菜 先放什么 再后放什么 我看了之后我就会做了 就天生可能天生了 七岁就站在椅子上第一次煮饭 就是努力把这一件事情做好 很感谢这些完全不嫌弃我这么一个小餐厅的这些客人 五百道菜 今晚你想吃哪一道 一起欢迎周济食谱创办人周晓芹 小晓 欢迎你来 可以放下来吗 可以 你一手拿两盘 而且这盘子很沉 非常重 非常重 我想吃哪道 除了这两道还想再吃 好 这两道的菜名 在周济食谱是大名鼎鼎 小晓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两道菜的菜名好了 葱油牛舌 上海熏白苍 就是老上海的做法 用白苍做的熏鱼 所以不是烟熏 不是烟熏 它跟烟熏是不一样 它是称之为熏鱼是因为要炸过 然后又要去卤 然后用葱一起去卤 有一股淡淡的这种葱香 烟熏香 你这鱼鱼好厚 你这里面用了几条 就还好啦 这不是很大 两只 两只 对 把去头去尾 把骨头去掉 就取那个肉 完全没有刺的 这么厚 然后刺完全没有 对 因为白苍是比较 食材比较高级一点 那你要选这种 听说你是选现捞白苍 对 现捞的 不冷冻 冷冻有腥味 不好做 那选了都有吗 你要 很难买 现在一两个月都难得 碰到一次有那个白苍 超难买 那我可以问一下吗 因为它当然跟重量有关 如果一尾你要用来做的厚的白苍 大概你成本价就要多少 我这盘的话大概2600多块钱 就光买那个白苍 还不讲那个工本 对 工本工价 刚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请小琴说 500道餐你想吃哪道 因为连续两年 现在我们有一个美食品建 叫500盘 这500盘是请大家众所周知的 知名的涛家 美食家 或者是公众人物 然后他们在不同的餐厅里面 他们可以选不止一盘 对 对 所以这个小琴呢 连续两年 我看今年应该会更多盘 就是不止一盘上榜 谢谢 我们来看一下 有的人很幸运 当然这个今天我的造音师问我说 周记周记 我知道就是订不到的那个 我说对 两个字订不到的 就是她的周记 但是竟然有人太夸张 在这个背板上签名 还给我们签第一吃 第二吃 第三吃 第四吃 就是郭台铭 她竟然有2021一几年 她的跨年内参都在 好 那小琴我们来这边看看 好 然后我看到这边有签的 有张军应 林百里签的比较大 很容易认出来 蔡明忠先生 张忠谋 吴念珍先生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边 当然 柯文哲 是要选总统人 都要到我那边去吃吗 怎么那么奇 白信勇老师 他是第一签的 他是我餐厅第一位 在墙上留名的客人 好 然后这一边呢 小琴姐 我们这边有看到的 陈时中 蒋万安 林志玲 那这边有一个 2022年3月来吃的小山秀树 那这位日本朋友是 他是日本寿司制成的徒弟 大徒弟 他非常喜欢我做的菜 他那天吃了糖醋排骨 他说这是他人生中 吃过最好吃的糖醋排骨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除了韬客美食家之外 其实名厨也是周记的常客 我还看过肉的江振程老师 他也来吃不止一次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选一位 徐乃琳 乃哥 也是我们看马鲁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乃哥吃了周记之后 他要跟你分享什么 大概前后加起来 应该有五次了 好多 应该有五次 很难啊 因为能够超越我的 可能应该也不多了 两一位周记呢 他有不同的价位 有不同的菜色 那大概我都吃了啦 小琪呢 他说他自豪可以做500道菜 最有名的 他每一个人去都会叫什么 葱油的牛舌 这个季菜春卷 他的那个黄豆猪脚 像我们有一次去 我跟讲他做的鲍鱼 做的鱼刺 都是你外面吃不到的做法 所以也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只要 约的朋友去吃过 每一个纳豆猪脚 真的是这个回味无穷 然后津津乐道 他的菜呢 其实菜是蛮多的 你甚至你要去吃一下 他会跟你对一下 你曾经吃过的 那你想不想换 那有哪些经典的 你想要的 你也可以告诉他 所以呢 我觉得他在调配菜色 还有根据客人吃过 以往哪些菜 他会问你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服务 非常非常的道地 而且我觉得他自己的 自己的厨房 就他一个人在做 我觉得他实在太厉害了 他也太厉害了 亲力亲 其实真的不容易 中餐已经断层了 所以呢 能够在台北 能够找到好吃的中式餐厅 真的不容易 其实我们反正人家有讲到的 我们就会去尝 以目前来讲 我们真的是觉得周记是最棒的 真的 给他这么高的赞誉 非常非常好 好 我们这个乃哥讲的 还好我前面有菜 不然光听他这样讲 太折磨了 是 这个就是周记 就是两张桌子 对 所以我们今天才说 两张桌子一片天 杭州姑娘立足台湾 讲的就是 你的人生故事 也是周记的这个画面的写照 三年前的周记 他还是一个 我不敢想说面摊 铺子 就是面馆 就是卖卤肉饭 牛肉面 这样子一些小菜 这样 好 那经过了这三年 现在这个周记的私厨 大概平均要多久之前 预约会有机会 应该都是 要三五个月 五六个月 甚至要一年吧 你看 你的那个范围好大 三个月 那听起来说 嗯 还可以期待 三五个月 五六个月 想说要半年 最后可能要一年 因为可能 因为现在月修的 也比较多嘛 对 那然后 做的这个 时间也比较少 有时候我又回杭州啊 可能一两个月 不能营业啊 就位置就越来越少了 就越来越难定 所以要越来越早点定 好 那这次呢 我们很高兴 这个小琴 为了看板人物 独家开放了这个厨房 我们要请小琴 在那边跟我们介绍 两道菜 那这两 我们现在介绍这两道菜 都是独门的手工菜 嗯 其实要怎么讲杭州菜 就是周际的杭州菜 都是手工菜 是不是 我们台语有个叫 Chulo菜 是非常费工的 像这个熏鱼 就是非常的 上海本邦菜的 代表菜之一 而且是在年菜 以前条件没那么好 那在过年的时候 才会上这样子的一个高档菜 那现在条件好了 基本上都可以吃了 那做法非常的反复 最重要是挑食材 那个白苍一定要现捞的 然后把骨全部去掉 要腌制 然后要炸 炸了要去卤 然后要泡 最重要泡的时间要够 它才会整个入味进去 可是我很好奇 很多名人都会提到春卷 我们想说春卷哪里吃不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季菜春卷 季菜是我们杭州 江浙菜的地方的一个野菜 这个野生菜 以前就是长在路边 竹园里面 那我们就去把它 过年的时候 就把它去捡回来 就春卷代表春天 开春了 过年喜气洋洋 这个炸起来整条金黄色的 就很讨喜 所以在年菜上面 基本上都会有这一道春卷 榨春卷 可是我看你剁那个季菜的线 好细 对 它真的是非常繁复的 一道手工菜 然后季菜它本身 台北是没有 台湾是没有的 是进口的 所以你这个季菜 有的时候说不定会断货吧 对 会断货 之前就断货了两个月 就完全没有季菜 那你有没有想过 找别的取代 但这个香味可能是没有办法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OK 那好 介绍一下这个葱油牛舌 葱油牛舌也是 我在看到名人选 这个500盘的时候 不只心如 一个人选这个葱油牛舌 刚刚乃哥有提到葱油牛舌 对 其实这道菜 是怎么来 我自己现在都感觉到 哎呀 真的是太奇怪了 怎么会有这道菜 为什么知道 所以算是你的发明菜 我自己自创料理 然后因为很多的客人 都是熟客 然后他们来 我不能让他们吃一样的菜 就会绞尽脑汁去想一些特别的菜色出来 那有一天就傻傻地在那边坐着想 以牛舌 牛舌如果用卤了 然后用特别的酱汁 这样淋上去 会不会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牛舌产生 太原来难的地方在哪 因为西餐我们吃过牛舌 中菜 但我管子上的不多 就一般人用牛舌做中菜的也不多 真的是比较少 江浙菜没有 像日本料理牛舌都是用来烤的 所以它的难度是因为不能 没办法做到很嫩是不是 就是 非常嫩 它非常嫩 那但是 它整条牛舌 舌根部分是比较带软的 非常的绵密的 那舌尖的部分稍微比较Q一点 前后两个牛舌的口感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讲了这么多 你看我们这边有盘子跟筷子 那你先 妮娃姐先尝一下 我觉得尝这个舌根的部分 这是舌根的部分 对 你先尝一下舌根 然后再去尝那个 所以我可以拿小片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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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起来 把它卷起来 所以是这么湿的 对 把那个葱 大家不要瞪着我 冷掉了可能味道不大一样 很嫩 很嫩 非常 很嫩 这个卷的时间 火候要掌控得非常好 你待会卷多久 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了 可是每一次来的牛舌 它都长得不一样 而且它味道没有那么咸 它就很香 很香 够吗 这样子够吗 你这样吃 这样子够 再尝一下舌尖的部分 这边 这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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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中间断的 对 中间断的 会比较好吃 所以一个牛舌 它可以吃起来有不同的 层次 不同的层次跟口感 可是这个是你自己 想了以后发生的 真的是 完全是我的自装料理 来我店里吃这么多客人 而且都是吃遍大江南北的 这些涛客 他们都说从来没在外面吃过 这样的一个料理方式 因为外面很多牛舌 基本上都是用烧烤的方式 用煎的方式 用乳的比较特别 对 特别 所以难怪有一个美食家 叫黄冠华 他怎么样形容周小琴的菜呢 他的形容很妙 他说他是 做菜就是像莫扎特做曲一样 我想他讲的就是 创意的天分 但这个创意的天分 我们说苦干苦干 他是回甘的 他的人生前面是 你想不出来的辛苦 我们先看第一则报道 再继续聊小琴的人生故事 谢谢 天忙碌的行程 就是早上起来 一早就要去菜茶买菜 超大只 炸工还是炸工 炸工 因为你叫别人送 不行 周小琴带着我们在市场里 动奔西跑 买完海鲜 赶紧到猪肉摊 接着又奔去挑选龙虾和鲍鱼 没买完一样 就回到机车上 把食材挂在挂钩 还绑上后座 没有挂钩 是制作的 对 不然完全承受不住 这个一下就没用了 这是特制 摸下面要摸起来非常的嫩 太老的 有时候很粗 周小琴的动作极快 像猎豹般瞄准猎物就下手 采买过程前后花不到两小时 而这只是一天的刚开始 时间非常紧凑 因为中午有两桌的客人 一些工夫菜 比方说花雕圆体 要炖四个半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 所以必须要赶回来 周小琴坚持每道料理 都是新鲜现做 不愿意提前做好 再加热省时间 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 率先出菜的腐皮卷 和季菜春卷 都是现场包好再下锅 我今年已经52岁了 我50岁之前的人生 都是别人的 现在才属于我自己真正的人生 二十平当的店铺 只有两张圆桌 周琴食铺就开在台北市商业区的巷弄内 三年前 还是个卖着卤肉饭和牛肉面的小吃店 如今成为名人络意上门的私处餐馆 从知名作家白贤勇开始 留下签名在墙上 一年半内累计数十位 如郭台铭 张忠谋 郭仲亮等名人们 全市大人物的亲笔机 也是唇甲流香的见证 他从以前我做节目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 他那个时候有上我们节目 会做一些他自己的菜 我觉得也就是机会 时间也到了 那他有这方面的天分 真的做得非常好 周晓晴是个杭州姑娘 前夫是台湾人 早期来台湾的日子 一开始只能做邦庸 直到取得身份证 才开始从事最热爱的厨师工作 在公司就是帮别人做家常菜的主厨 那我的专业就是做江浙菜 那我想说那时候没有什么本钱 你也没办法规划做多大的餐厅 想说那个小吃比较简单一点 凡事都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做起来才知道有多么困难 周晓晴直到和前夫分开 才有机会开设自己的小吃店 借钱回杭州老家开店 却又是个把自己累垮的过程 后来因为身体出状况了 我甲状腺长了一颗乳涂癌 因为那时候人又黑又瘦 你把这个甲状腺割掉 可能身体没办法适应 哇 我整个人是崩溃的 那我就只吃安眠药 止痛药 每天吃 还是一样痛 眼睛含个里 眼睛酸的 掉眼泪 完了 我的人生已经完了 然后我说还开店了 开什么店呢 我说身体已经坏掉了 就有一天我就站在电话机旁边 想要打电话给我妈 突然间我就想到 突如其来的灵感 想到用炖鸽肉 来疗愈自己的身体 周小青的身体 才逐渐慢慢跑起来 2019年开始做啰啰饭 牛肉面 我想说 那时候在杭州开过了 我来台湾 就带了我在杭州开店 存的那一点钱 80万台币 然后可能中午 虽然生意还不错 那晚上生意就 基本上是没有人 然后后来就想说我妈妈做菜 这么好吃 然后我会建议她说 就是可不可以 让她做私房菜私厨 就刚好就是有客人 她就真的预约了 从小吃店 变成一味难求的私厨餐厅 这其中的天时地利人和 也包含着重要的贵人 那个私房菜的广告贴在墙壁上 这有一天呢 有一位我的贵人出现了 她就走啊 走啊 走 看到我这边私房小菜啊 面食啊 她就进来 她进来了之后呢 她看到我们墙壁上贴的 欸 你们还有做私房菜啊 她就当下跟我女儿订了一桌 12位的这个餐点 然后她就带着她的朋友来吃了 我吃完之后她觉得很喜欢 那个时候呢 就经常把她的朋友多带来 詹董是万金集团的老板 好 这个葱油牛层是微辣的 但它用的葱非常的多 在江浙菜里面 其实用到葱这么明显的时间不多 这是老板的状态材质 美食家吴文文也是 周济食铺的常客之一 经常带着爱饭团成员来享受美食 每一道菜上桌 每个人都像听到同一道军令 全部火速举起手机 手机先吃 然后才举筷子 当时第一次来吃到她的 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 江浙料理的一种底蕴跟风味 可是又不是那么像 然后因为她用的食材等级非常的好 所以她其实 她没有什么简单跟清神的菜 她把每个菜的细节 跟那个饱满度都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她在这个市场上的 餐饮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 椒白笋 豌豆米拌面 还有呢 记得到她 最重要的是她的豌豆 像是最值钱的 淘椒跟腐皮卷 我最喜欢牛舌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惊艳 季菜春卷有了季菜的香 然后加了一点点肉末 那她那个炸得很酥 花雕圆皮 她的肥肉是非常软嫩 而且不会让你觉得油腻 我对她其实很有信心 对于她现在会这么 算是成功吗 应该说是很多人喜欢吃她做的菜 我就一开始就是很相信这件事情 周晓芹的女儿周则玉 现在也是店内的一份子 因为私厨而发展出来的冷冻水饺 就交给她 一开始就是 因为我们店里就是会有一道主食嘛 然后那道主食可能会是季菜水饺 既然有这么多客人喜欢 那就不如来做水饺 因为我妈妈其实真的 就是她根本不可能有时间的 对 所以我就帮她做 因为我们季菜 它进来是一块一块冰砖的样子 然后就是要先泡水 让它解冻嘛 它就是长这样 急性子的周晓芹 听着女儿优雅介绍季菜水饺 忍不住插嘴 来 我来 攒麦给我 像这个菜以前 我们小时候 路边啊 竹园啊 菜地上面 到处都是 这个我们以前是 小时候是 过年才吃得到的一种菜 就是包成季菜春卷啊 季菜水饺啊 季菜的纤维较粗 除了剪蒂头 还得靠机器脱水和切碎 繁琐流程一个都马虎不得 周泽宇虽然分担工作 更心疼母亲的劳累 我应该不会就是想要做厨师这个职业 因为看她这样 我真的觉得她太辛苦了 她从早上六点就要起来去买菜嘛 然后再加上她的个性又是 我什么都要自己做 不放心别人 然而人生好不容易才拿回主导权的周晓芹 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张罗两个餐期四个桌菜 晚上十一点直到员工们离开 她还是一刻不得闲 我也没办法再去开第二家店 就是把这家店顾好 私房菜我也确实真的没办法去教别人 真的等到有一天我不开了 我倒想要做一间厨艺教室 把我的这些菜全部交给这些想要学的 凭着一股对美食的热爱 把市场上逐渐失传的江州首陆菜 再次发扬光大 自身的才华加上贵人运 周晓芹总是心怀感激 把美食大任扛在身上 从杭州落脚台湾 人生大转弯 这个传奇女司徒继续富重前行 我刚看那个起摩托车的画面 我真的笑了 前面那么多包 后面那么多包 那天好像台北版的那个圣诞老公公 其实那个还不算多 多的时候真的是后面全部绑满满 所以杨子怡派到还不是4.0版的 碰到那个市场要休个两三天 就买不完的菜 因为如果你不去挑 真的你请他们送的 怎么讲 他不可能把最好的送给你 他一定卖完为止 那我觉得我自己挑比较放心 所以难怪她女儿说不要做厨师 但是她做周记的冷冻水饺 对不对 她负责 奇怪 周小晴 那为什么叫周记 因为那是我小孩的周 我想说 对对对 小孩子姓那个周 对 前夫的周 那跟她无关 就是完全想说我这家店到时候我的小孩能够传承下去 就是希望还是用她的周这样周记 你25年前刚来台湾的时候 孩子还没跟着来 小晴 还没还没 两个都没有 那时候两个小孩都在江西 波阳 那是我前夫的老家 后来就一个人先来台湾 25年前一个人先来先帮佣 没错 先去因为那时候 你的帮佣生涯多久 就在人家家里面当佣人 差不多有六七年 你当帮佣的时候台湾的一个主人 有一个吴先生 为什么到现在你还会去给他上粉 慢慢讲 讲起这个阿宝 我是很 就是很对不起他的 他对我非常好 他是你第几个雇主 第二个 你是在他家做佣人 对 那时候我是去帮他煮菜 其实他家已经有佣人在 他很喜欢吃酱车菜 很喜欢吃大江南北的料理 因为我刚好会做菜 然后就去朋友帮我介绍过去的 然后就去 我叫他阿爸 你叫阿爸 对 阿爸是我们那边 就是伯父的意思 伯伯的意思 我们那边就叫阿爸 那阿爸对我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他知道你的身世 他知道他帮了我非常多的忙 而且我真的也跟他借了一些不少不小数目的钱 都为了要先还站 有还 有还 但还了大概一半左右吧 因为我有三年的这个薪水 都是没有拿的 都是要扣掉的 对 那时候身上几乎没有钱 那所以你等于是 你帮佣人家供你吃住 但你在台湾是 对 阿爸还是会给我一点零花钱 这样子 但他非常的好 在我的人生当中 就再也没有遇到像他这么好的人 对我这么好 非常关心我 他真的也把我当成干女儿一样 然后只要我有一点难处 就有关系 他很厉害 他一看到我 小静 来来来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 你讲给阿爸听 看 这样他就会 就会要帮我 奇怪 那你在他家帮佣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说 雇主对佣人不错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也有很多外籍的朋友 在家里帮佣 说雇主对佣人不错 大概是说 第一个不会苛扣 然后薪水按时发 然后 就是 对佣人 就是 不会让他觉得 特别的在这边 日子特别不好过 但是我听你讲起这位 你称呼阿爸的吴先生 他是 几乎是没有把你当做一个 没有 他把我当成女儿一样 非常的好 很关心我 所以他生病的时候 他问我一句话 小秦 如果阿爸死了 你以后会不会上山来看我 我说 当然会 怎么不会呢 我说阿爸对我这么好 我每一年都会上去 我基本上每年会上去看他两次 一次是过年 因为阿爸喜欢热闹 过年我就会买花给他 买圣诞树给他这样 他也很喜欢我做的菜 真的 然后他家里面经常有人 一个礼拜要打两次牌 我经常做菜给他们吃 那你对于你自己做菜的信心 你小时候知不知道你自己会做菜 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勤快的小孩 怎么说 我从小就是怎么说 妈妈在炒菜的时候 帮忙烧菜的都基本上就是我 那我烧完菜我就会站起来看他 怎么炒菜 先放什么再后放什么 我看了之后我就会做了 就天生可能天生吧 七岁就站在椅子上第一次煮饭 是 那你现在做的这些菜 我们刚听这个美食家讲 粥鸡粥小型的菜是非常有辨识度的菜 不管是在江浙菜里面 也会讲一般的中餐 那你到底是怎么样去 学会这些精致的做菜的这些 料理技术跟手工 因为你前面的日子那么苦 你自己怎么样的去做菜 难道真的我们只能解释说 这是莫扎特作曲一样的片本 哪里哪里 谢谢大家的喜欢 感谢真的 就还要讲到那位吴先生阿爸 那时候在他家帮用的时候 他真的带我吃遍了台北市所有的江浙菜 他带你去吃喔 对对对 因为他经常会带着我们 还有另外的他的干女儿 还有我 经常去吃江浙菜 所以是那一段时间 等于你见到了美食界的市面 可以这么讲 对其实是厨师分两种 一种就是把食材煮熟了 一种就是把食材变成了美味的料理 在我还没有来台湾之前 在大陆 我真的只是把食材煮熟了 那来到了台湾 台湾的饮食文化真的影响我非常的大 台湾的这些每一道的料理 都是非常的精细 美味 美味中又要着重于养生的概念 不能太重油重严 这样子 所以在台湾的很多餐厅 我几乎是吃到 我就可以把这道菜给做出来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刚刚报道里面 我们易贤有提到 他是万军集团 万军集团是专业航空代理的一个集团 对对对 这一位詹寿泉先生 我现在称他为大哥 是 不过就是2020的事 现在也才2023 没错 刚刚报道里面你讲说 他是看到一个纸条 看到我们墙壁上的这个 释放菜的一个广告 他真的非常照顾我的生意 他一吃就觉得 这菜他觉得很不错很喜欢 然后就经常一个礼拜 至少来一次两次 把他所有业界能带的客人全带来了 然后他的朋友就带朋友 朋友带朋友 我的餐厅就瞬间 这两三个月这样 就让非常多的人认识 在你这一个进入开周记 即使三年前 你说是卖一些牛肉面 面食小菜 就是周记小铺 在这中间还有一个转变是 从邦庸的生涯 到后来你决定自己可以开个小铺子 这中间你曾经去应征一个精兵 对不对 是在开这家店之前 就是阿爸那边不做了 阿爸那个时候 后来阿爸往生了 我没有做了 那然后我就去精兵应征了 所以是人家面试 然后你去应征 对来台湾都是去人家家里面帮用 然后想说去试看看 那时候去准备三道菜 有去一个是茶叶熏鸡腿 红烧四十头 咸淡炒苦瓜 你自己提供你要面试的菜色 还是他有一些 然后你在里面试 没有我自己 你自己 对对对 那然后我自己 你说你有一个是咸淡炒苦瓜 你不会担心太普通了 不会啊 因为家常菜 所以表示你很有 对自己其实很有信心跟勇气 好后来这三道呢 狮子头 炒苦瓜 还有第一个是茶叶熏鸡腿 茶叶熏鸡腿 所以这三道让你从这么多人里面 渗出 渗出嘛 还有一个比较就让老板记得的 因为我写了一张菜单给他 就老板这些都是我会做的一些 这样子的菜 跟我的一些自创料理 就拿给他 就想不到第二天老板就打电话给我了 他说周小姐吗 他说我们审核了一下 大家就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来试作看看 试作三个月这样 所以你个性是比较有开创性的 因为人家是面试你做三个菜 但是你还另外再多给了他一张单 对我想告诉他我会做这么多菜 那你从邦庸一下子进到一个食品集团里面 虽然他是精冰卤味 但也是一个食品集团 对他家长在后面是家开的一个 那你那时候在集团里有没有自己跟自己讲 就是你要证明你自己就是 有有有 就所以说我非常的努力 你多拼那时候 很就是别人下班了我还没下班 我还在公司 然后我还在到处查些 那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 是什么样的念头 或是是孩子吗 孩子那时候女儿应该还不大 而最后在后面推动你一把 说不如来开个小面馆 没有我觉得人生 如果你一直帮别人做事打工 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地改善生活 我上有老母亲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孩 我只能坚持下去 就拼了命的就是要努力 就是这样 我们的张周牟先生 张老 他第一次来我的餐厅 当他坐在我餐厅的那一刻 我是很激动的 这么大的人物 这么厉害的人物 都能够进到我这么简陋的 这么一个普通的餐厅 然后就觉得成就感满满 所以当初开面馆的时候 一开始生意还行吗 因为卖牛肉面的实在太多了 在台北 好糟糕 选择那个点的时候 我们中午去看 中午去看 那边人潮蛮多 因为我说自家店我借过来 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我说我可以立马就可以做了 因为你只有八十万 拿下来之后 你真不晓得 一到晚上就是空乘机 这整条街是没人的 是空的 好可怜 晚上就这样 拖着下方每天等客人 等等等等 而且你还在巷子里 在巷子里 对 然后连我们 我们两个薪水都做不出来 一天的营业就在四千 六千 五千 八千 一天做过最多的 一万块 那你要扣出 一万块那个时候 都是跟一家美食平台合作 我只能拿到七成 三成是要给他们抽走的 很可怜 连我们两个的薪水都做不出来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说 那可能不适合做生意 把它修一修了 没有那时候就在想 哇 这开店好辛苦啊 我说不容易 也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然后我就跟我女儿在想 哇 那现在怎么办 我女儿说 妈妈 你这么会做菜 要不要来做四方菜 我说好啊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那时候 中午还是卖面 晚上也是卖面 也是有 那客人少四位 六位 我就把两张面桌给它拼起来 就不影响我另外煮面了 那他们四个人的菜 对我来讲 哇 很简单 就可以做出来了 那你后来慢慢做四处的时候 你自己一定还有一个努力的过程 就是你这个中间 自己有努力开发菜色 比方说我们刚刚看那个葱油牛舌 就是中菜里面 虽然是周晓晴的签名座 你还有没有什么菜 也是就是你挖空心思 然后想出来的 就是你敢 很多 非常地多 像我现在会做的一些 蟹粉拌面 酸菜鱼 花椒神仙鸡 我真的说不完 像那个圆题也很多人提起来 那个花雕圆题是典型的江浙代表菜 那我们那边是会把猪脚剁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跟黄豆一起红烧 那我呢就想把说把整只圆体下去炖 圆体称之为圆体就是圆满幸福的意思 那然后整只圆体炖出来跟剁的完全香气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菜 我看你厨房不大 那顶多就是你女儿是一个帮手 对 但最主要料理就是你一个人 对 没错 一个人 所有的菜几乎都是 基本上全是我做的 那我除了请的那些厨房住所 都只能帮我切一些配料 洗一洗 切一切这样子 一张菜单 很多主体的菜都是要我自己来配 你有没有碰过就是真的会有奥K 我们台湾讲奥K 就是他来 然后带给你很多一些麻烦 我没有办法让每一位客人都满意 但是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我也跟客人们说 对不起 未来我会更加努力把尽量做好 真的 但是也希望他们能够体会我们做餐饮的辛苦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一天要赚多少钱 这就是血汗钱 真的 不是厨房现在四十几度高温 我今天进去卤个牛舌 我的冷气上面显示是41度 我还没有开其他的炉台 我只开卤牛舌的 那我其他五六个炉台全部开起来 你想我里面的温度是多少 是台湾最热的地方 是真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讨好每一个客人的满意度 但是是有公论的 也是今天我们邀请小琴来的原因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小琴连续200年在我们台湾的一个 现在越来越受重视的美食评鉴 500盘 这500盘里面 我们看一下小琴的记录 这是2021年对不对 所以在500盘里面你进了8盘 是 螃蟹年糕 麻婆 虾仁豆腐 清炖羊肉 我们刚刚提到的圆蹄炖鲍鱼 季菜春卷 削猪脚 是有削肉的意思 2022年500盘里面更进一步了 进了10道菜 谢谢 也就是说在这个500盘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的餐厅它可能进一盘 或是两三盘 500盘小琴对你的意义来讲 是什么 这一个公论的美食评价 我当然非常感谢 因为这个是属于 等于说是大家对我的一种肯定 这也是非常难的 全台湾这么多的餐厅 能够进到里面 又在前三名 我这个非常开心 是在前三名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要讲 我们的张周牟先生 张老 他第一次来我的餐厅 他是去年第一次来 2022月1号 当他坐在我餐厅的那一刻 我是很激动的 这么大的人物 这么厉害的人物 都能够进到我这么简陋的 这么一个普通的餐厅 我当下觉得 两张桌子 真的两张桌子 然后就觉得成就感满满 真的 我说人生这样子够了 就是这样 就是努力把这一件事情做好 很感谢这些 完全不嫌弃我这么一个 小餐厅的这些客人 我呢觉得人呢就是要 当你没有的时候 你要比别人更有心 更努力 你要花十分的精力去做你的工作 所以你希望来周期进来吃的人 有没有一些 你是主人嘛 再怎么讲是主人 你有没有一些主人的意见 能够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来吃的时候 是兵煮尽欢 我们真的是不容易很辛苦的 就有时候你跟他沟通 可能还沟通不了 当然有的爱说 爱会说对不起 就是想说来我店用餐 大家就得相互尊重这样子 又是长厨的 又是老板 然后又要出来服务 对 这个才能够比较长久的运转下去 不然一个人扛这么多角色 真的是太辛苦 太累了 有一次我就 我有忘记那位小姐订餐的名字 他们来很多都是年轻人 带了很多的酒 就是一直喝酒 然后非常的开心 可是我做出 应该是赶快 没有 我做出来的菜 他们几乎没有吃 那我一出来看到之后 我就很不开心 因为我用心做每一道菜 你们就完全没有把它当回事 就纯粹是好玩 或者说觉得我的餐厅很难订 今天我订到了 我来吃就觉得很有面子 那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然后当下我就 我当下我是 我是真的有一点 怎么讲唐突 或是怎么样的 你有讲话 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订位人是谁 那小姐就说是我 然后我就很直地跟她说 小姐 你以后不要订我的菜了 我说 他还在店里 他说 我说因为 他说为什么 小琴姐 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们没有很喜欢我的菜 因为你看 我说这么多菜全部剩在那里了 没吃 我说我不是当下就是觉得 你反正给我钱 你吃不吃是你的事情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我是传递美食 我想把我的最好的美食 给喜欢吃美食的客人 可是你今天来我店里 纯粹就觉得 我的餐厅难订 吃到了很有面子 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不对 因为你没有注重 要吃我的菜 那你还订我的菜干嘛呢 我就觉得 你以后真的不要订了 是这样子 所以每一个菜对你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作品 几乎啦 我是看到所有的菜 把清光的光盘的那个 哇塞 我就想好开心 你知道有一次 有一座老先生老太太 都是七八十岁的 那是很年长 他竟然把所有的菜都光盘 连花雕原体 他都连一颗黄豆都吃光了 哇塞 他们的胃口很好 因为你的菜 其实量很足很足 可是真的太厉害了 吃完了 那老先生老太太太太 太厉害了 将来每一道菜吃完 今天记得这个例子 每一颗黄豆都吃完了 说不定最后会得到个打折 没有 这是我讲的 他没有这么说 好 所以我们刚刚聊到的是 对于 也因为你这么珍惜 你说离了手就不是 那个胃就不对了 真的 你就是手把手 教你的二处 都没有用 教不出来 难怪那个机车 那个越挂越多薄 对 是是是真的 这菜市场是没办法开着车子 这样子晃了 开车子很麻烦 所以你只好用那个 非常乖义的方式 每天去选菜 你几乎是每天是去选菜吗 每天 我不做隔夜菜的 我的菜都是当天做的 有些我们觉得可以放在冷冻吗 一次 不行 不行 就像我的花雕圆 很多人说 你可以正空包装或是怎样 我说不行 没办法 这道菜中间还不可以断火 为什么呢 您一直在煮的时候 它的肉都是烹的 就是松软的 它的那个火候 一直让它维持在那个 让它松软蓬松的程度 如果中间 你早点炖起来 你把它关掉 它整个缩起来了 肉就整个缩了 就变紧了 你再去加热 它都没有办法 像你一起喝成的那个口感 所以那视觉跟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难怪你就是要四十几度 几个炉子一起开 真的真的 所以很多朋友 地表最高温 我们今天聊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你的人生很传奇的是绝处逢生 今天也很谢谢小晴 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电视专访 你觉得绝处逢生 他会逼出人想象不到的这个力量 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更多心得想鼓励 跟别人分享 有有有 我呢 觉得人呢 就是要 当你没有的时候 你要比别人更用心 更努力 你要花十分的精力去做你的工作 因为还有一个 就像我郭老板郭苑和先生 他真的 是我人生中的也是另外一位贵人 是我自愈自恩 他在我 就是人生也是算是绝境的时候 他应征了我 让我在他们这么正规的公司里面上班 然后后来在他的构乡的公司里面 他把我人生所有的潜能都给激发出来了 我一开始我没有那么厉害的 所以那你不是重复做精兵的位置 我一开始没有这么厉害的 真的 到他的公司之后 他会一直逼我 一个月要至少要出一道新菜 就是哇 过年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订单都是满到 我一个礼拜大概只睡个五六个小时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不夸张 那些单子我做不出来 我做不完 我的厨 那个徒弟也好 二厨也好 厨柱 他搬东西搬到累 坐在楼梯上哭 订单都接不完 我要把这些菜全部赶出来 像很多萧猪脚 冲烧鱼 我的冲烧鱼是在2011年的时候 是胡天兰老师有做的评审 是做全台湾第一名的 对 那时候会 就是同一个菜 然后他会推荐三家或者是五家 最多了 对 因为那个时候也获了奖 然后 因为过年的单子很多 然后很多菜 像我一天就要做 五百颗狮子头 三百条鲸鱼 一个月以前就开始做 每天不停地做 所以都是在那个 那样的一个期待 我想郭老板也不完全是要求 然后赚钱接单 他对你有一个期待 他相信你可以 对对对 他就觉得我 我是不 厉害的 就是可以把它做出来 这样子 所以绝处逢生 不过我今天在这边面对你 我觉得我还学到一个 其实绝处逢生有一个很重要 是 常常回头看 然后不断地感恩 我从你嘴巴里今天 你讲出来的 我听到的 每一个你提到名字的 都是感恩 都是怀念 不像你的生命 就是两个字 回甘 祝福你保重身体 保重健康 那大家今天看了 眼睛看了跟我一样 看了眼睛吃了这么多的好菜 刚刚小青开始就说了 一年前 所以呢 你可以一年前去准备定位 或者是去吃他女儿的 这个寄菜水饺 对这个你可以自己在家里 可以品尝到小青的人生滋味 从这个先开始也不错 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周小青 谢谢你 祝福你 谢谢你带给我们的父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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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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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谢谢 谢谢